我堵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他用自己的命堵队 被压迫已久的穷人们终于爆发 他们用力抬起铁头 数十上百人一起呐喊发力 然后冲过一道道限制穷人的铁 在经过一番惨烈的厮杀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富人车厢 但美队还是低估了这些渣子们的奢靡声 最有钱的车厢竟然是一个迷幻堤坝 这里人人都穿着奇装衣服 他们拎着酒瓶 画着鬼一样的妆容 跳着毫无意义的垃圾舞蹈 但这些美队全都不屑一步 他现在只想去车头找到管理员发泄愤怒 为那些死去的兄弟和同伴报仇选合 几人又走了十多分钟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道铁门前 但美队却突然发现 这道铁门根本无法从外面打开 美队怒火滔天 对着铁门又打又骂 但这里只有机器传来的轰鸣声 还有这扇代表权力的大门 仿佛在嘲笑着他们的无能 美队终于崩溃了 他抽着全世界最后一支香烟 回忆起了从前暗无天日的生活 原来就在十七年前 末尾车厢曾经关过上万人 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一个月后他们开始了人吃人 美队十分憎恨那个时候的自己 因为他知道人肉的味道 还知道婴儿的口感最好 直到一个老人砍掉自己的胳膊说 吃这个吧 放过那个孩子 那个时候他们才停止了 这种残暴的弱肉强食 而那个领头吃人的就是他 多年以来 美队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 他现在之所以还活着 就是为了打开这扇门 然后找到管理者掐住他的脖子 为他犯下过的暴血 为他容许的堕落 和那些被他残害的无辜生命 给他带去鲜血和痛苦作为惩罚 但南宫对这些却根本不在乎 其实他最想打开的是旁边这扇人 他要带着女儿重新回到外面的世界 原来南宫早就发现 外面的气候已经发生了改变 十年前被冰雪完全掩埋的飞机残骸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机身和尾翼 这说明极端的寒冷天气正在消退 他为此隐忍了整整十年 把自己伪装成瘾君子 就是为了收集更多的能量款 原来这个东西不仅能让人上瘾 只需要简单的捏在一起 就能变成威力巨大的炸弹 但就在南宫准备行动的时候 管理者的车门却被打开了 一个女人突然拍枪打倒了南宫 随后他给美队带来了管理者的口袭 现在的他已经有资格进入 这辆雪国列车最神圣的地方 但美队万万没想到 列车管理者竟然是一个沉着有礼的老人 美队问他为什么要划分阶级残害穷人 管理者不慌不忙地给他煎了一块牛排 然后说出了雪国列车上最惊天的秘密 原来在这17年中 底层车厢发生的每一次反叛和革命 都是由他亲手策划的 他把穷人希望得到的情报 通过各种办法传递到末尾车厢 然后由他的搭档负责在幕后操控起义 他们天衣无缝地配合了17年 每次起义会在哪里失败 每次会因此死亡多少人 这些全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紧接着 管理者说出了一个让美队无法接受的事实 配合他操控每次穷人起义的搭档 竟然就是美队最敬重的那位老人 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控制雪国列车上的人口 所以河里的暴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减少底层人口的同时 也减少了富人人口 只有这样才不会让所有人坐吃善口 但这次却出现了一些意外 本来美队的起义 是被他们计划在隧道里失败的 可因为老人的一些失误 让美队他们闯了进来 所以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紧接着管理者说他已经老了 雪国列车现在需要新的管理者 而美队已经通过了他的考验 此时美队的双眼失去了所有光泽 仿佛已经被管理者的阴谋论成功洗脑 就在这时 外面的又那突然闯进来问他要护柴 但美队却一把将他推开 难道他这是要黑化了吗 看着居高临下的美队 又那一脸的不可置信 然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知到了地板下面有什么东西 美队在帮他打开地板后 却发现被抢走的孩子就在这里 原来永动机也并非永动 管理者每年都会从底层车厢 抢来大量年龄较小的孩子 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钻进永动机 修理和替换损坏的零件 以此来确保雪国列车的正常运行 结果却把这些孩子 变成了一个个只听命令的行尸走肉 美队这时终于回归了初心 紧接着他一拳打倒了管理者 他一路闯到这里是为了正义和善良而战 而不是什么所谓狗屁的经济理论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伸手下去救出小男孩 又那也趁此机会拿到火柴 顺利点燃了列车门上的炸弹引起 最后美队再牺牲了一条胳膊后 成功救出了胖嫂的孩子 但眼看炸弹即将爆炸 列车门却在这时迟迟无法关闭 他和南宫一起用身体 护住了两个弱小的孩子 就像是守护住了人类最后的希望 爆炸引起了山体雪崩 行驶了17年的雪国列车 就这样被一万吨的积雪完全冲散解体 最终只有寥寥三节车厢得以保全 影片的最后 两个小孩走下了雪国列车 他们发现外面其实并没有那么寒冷 也不会在离开列车后被冻成冰块 他们反而在广袤的雪崩上 看见了一只活着的北极熊 这是2013年上映的科幻电影 雪国列车 原来在末日之下 富人依旧可以过得最深梦死 每天在享受最好食物的同时 还可以欣赏车厢外面的末日雪景 然后穿着最精致的衣服参加杀龙巨鬼 根本没有人去在意底层世界的穷人 每天到底过着怎样朝不保夕的生活 反而用一套为了保护富人的狗屁经济理论 打着为了延续全人类的口号 大肆的压迫和残害群人 实际上却是为了让富人不劳而活 但他们忘了 所有人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而穷人只不过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吧